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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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今晚继续和洪书怡 讲讲最新的医学研究 你会不会因为没有戴手机 而 老老乱 周身不聚睬 现在很多人说 根本不可能发生 因为不记得戴银包 甚至乎有时不记得戴口罩 因为太急 但是本来你还是拿着电话 所以是不会忘记戴电话 反而是自己戴着电话 然后就很疼 我的电话呢?我的电话呢? 我的电话呢? 周屋找不到 但原来在自己后面说 这个不够好笑 我真的在街道 在商场上 看着一个人 跟他说的电话 那个人说 我找不到那个电话 他拿着电话说 接着我 那个人跟他说 你不是跟我说 我忘记了电话 然后他说 是的 我真的笑得 我肚肚纏了 那次 但很多人真的是这样 其实也发生过类似的事 因为你也发生过 我曾经用电话 在展示的东西 然后可能里面有些问题 我想再告诉别人 究竟里面的东西 再澄清是怎样 然后我就说 我的电话呢? 我要展示给你看 其实那张照片是怎样的 然后我找一个 你就让我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已经将电话 和自己的身体 融为了一部分 就是它成为了你的身体一部分 甚至是一个自我的延伸 所以你就忘记了 有一部电话在那里 对 你想着手掌那样东西 给你看 其实你是给那部手机人 但你忘记了 是的 那部手机在那里 如果你真的留了那部手机 在家里 你会不会特意接返 即你走到多远 才不会接返去拿呢? 我怎么都会 我怎么都会 我怎么都会接返 就是去到目的地 你都一定会回家 是的 我真的不行 我会觉得 我没有了肤育 这样的状态 你真的有脑子 就是之前2018年 你说清楚 是N字 N字 Nomophobia 就是2018年的 英国剑桥字典年度词语 是网上公投得出来的一个结果 NOMophobia 就是恐惧症 其实它是 no mobile phone phobia 就是没有手机恐惧症 嗯 所以没有手机招累症 是 是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 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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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都被人觉得现在在政治正确的情况下 你不应该有Homophobia 是吧 但是看到那件事是害怕的 但是Nomophobia 就是你不是看到那件事 你纯粹没有了那件事 你刚才说你有种心态 就是有种焦虑 是 就不是你看到那件事 而是你本来有那件事突然间没有了 是 但是既然它成为了2018年的年导致 其实很多人都认同这件事 或者认识这件事 是 有些科学家都挺聪明的 他就拿着这些现象 真是做回医学研究 看看究竟这种纯粹是一种已有的心理状态 不过你给它名字 还是真是一个新的一种现象 是 或者这种现象既然定义了出来 对生活上各方面有什么的真是影响呢 最新是有一个研究 就是做关于这个 没有手机焦虑症和睡眠质素的关系 就是在看一些大学生 其实那些研究人员都说 都预认了很多人都有这个Homophobia 但是这次研究出来 就发现都超乎他们所想像的 那些人的情况都真的挺严重的 对吧 就像我这样吧 没有那部手机不严重 但是我很少… 如果你有什么症状呢 我很少不记得戴手机 但是如果不在你身边 你会不会觉得 你会心跳啊 紧张啊 还是脑子只想到手机啊 有…有几样东西的 我甚至乎是觉得 如果我的监制 或者跟我一起工作的人 都说他今天留了一部手机 嗯… 譬如有个工作的同事 他找另外一个同事的短讯 告诉我 是… 我今天真的留了一部电话 在餐厅里 是… 那我是说 不如我帮你去拿啊 即是你 即是… 不单单自己有这个问题 是的… 我是接受不了 人家都没有了一部电话 不够电的恐惧症 哦… 是…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 不够电的恐惧症 即是… 我经常觉得 你要保持那个… 电池有某个百分比 我才觉得安乐 因为如果电话 突然没了电 那你的… 你的界线是多少 你可以接受的程度是多少 其实我80以下 已经开始不舒服了 八成… 但是是新电话 还是… 用了很久的电话 那些电流流得特别快 新电话通常有八成的话 都可以继续很久的 我不管新球 总之我跌低了八成 我就很不舒服了 那还有我… 我有一件事… 真的… 我有几件事加起来的 譬如说… 我没有继续 我都会… 我都会很不舒服的 嗯… 我经常怕电话里面 那些东西会不见了 所以我都挺勤 去做这个继续 我… 都是挺好守美的 这件事 是… 有个习惯的 不过这个现象 其实再移回早一点 还有一个叫做 大一点的心理现象 嗯… 都是OMO 但是一开始就是F字 例如你刚才说的 是… 是… 就是… 就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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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刚才我们说到 HOMO就是同性的意思 是… 是… 但是… 其实现在有个叫做 FOMO的现象 Fear of Missing Out 是… FOMO现象 就是… 不需要串了出来 就是… 不是Mobile风了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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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是… 是… 都是恐懼来的 Fear of Missing Out 就是… 是… 现在很奇怪的 在社交网络的情况 就是… 这么普及的现象之下 你真的很容易 看到很多人有FOMO 嗯… 就是… 你看了没有? 你不是还没看吧? 是… 是这一句才最害怕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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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是… 可能… 你觉得很累… 是… 是… 好像… 不是吧? 你怎么可以这么慢的? 是… 为什么你不知道? 你不是没有看到,是吧? 是… 就是觉得你… 是… 你这么老土的 以前所谓老土 不会是… 两个小时之后 你就突然变老土的 是… 所以这件事 你想想想 如果现在有一种这样的群众压力 嗯… 重要的是… 你要明白 不只是大人 现在是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的 所以… 你没有了一部电话 然后你就有些东西看不到 嗯… 于是乎你就会被别人说 你不是不知道吧? 那… 所以我觉得那个FOMO现象 就是Fear of Missing Out 那些东西掉了 嗯… 去导致Nomophobia 就是没有了一部手提電话的恐惧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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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次的研究就发现… 你先说一下结果 是的… 有89%的大学生 其实他们也有中度甚至严重的Nomophobia 接近九成? 是的 哇… 中度吗? 中度… 你这个应该超过严重的 超过严重 极端了吧 你会关心其他人的情况 有点过分 是的… 就发现如果是… 这个… 即是没有手机招累症越严重的话 其实他们日间眼睡的情况就越严重了 另外呢… 亦都是… 即是… 即是… 黑眼睡的情况会严重? 即是我总觉得眼睡 哦… 未必是刻着的 但是… 另外呢… 就是… 可能会有很多行为 跟一些睡眠质素差的情况有关 就是… 可能是黑眼睡 又或者… 集中不了精神等等 嗯… 那就是跟这个… 没有手机招累症有直接关系的 哦… 因为他怕没有手机 所以其实… 反正一件事呢 其实他是经常看手机的 嗯… 由于他经常看手机 而且好像我刚才所说 他真的怕自己会有些东西脱掉 嗯… FOMO 是… 于是乎他经常看了 嗯… 经常看便睡不好 是的 睡得差 是的 甚至乎都有很多研究 我之前和现在的肥胎都 偶爾都会说一下 嗯… 其实… 你有所谓蓝光 看完那么多蓝光 你就… 人其实是有少少亢奋的 是的 很难睡得好 但是他这个研究就说 很多时候 人们说解决这些问题 就是临睡前看少点手机 但他就说 其实这班人 既然是有这方面的恐惧 或者焦虑的话 如果你硬是要他临睡前 不要看手机的话 反而可能增加了他的焦虑程度 那不是一个好的事 可能又令他们睡得不好 那这方面就未必帮到手 可能要想一些其他的办法 嗯… 所以我想最主要呢 其实是你和手机的关系是如何 其中有一个方法 就是由解决的角度 就是说 你有些常用的apps 常用的应用程式 现在是一些… 人们说90后 反而有这个纪律 是… 60、70后 80后反而做不到 嗯… 譬如说 将某些社交网络面书 嗯… 外国推特或者IG 就不再放在手机上了 就只放在可能家里的平板电脑 或者是家里的电脑 就是放在桌面的电脑 嗯… 这样就令自己 不要禁锁的手机 你就要回到家 找一段时间 才去看社交网络 嗯… 但是你说 那你有没有这个病呢 有没有病症呢 那我们也可以和大家讲解一下 明天吧 明天开估吧 我会自己测试一下自己 究竟有没有这个问题 好… 今天和高医生 再讲一下 整个香港如何健康 有很多层次 我觉得现在的世界 为什么疫情这么严重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全球最强的那两个国家 在叫交 嗯… 就是你只要想像一下 如果中国和美国一起谈谈 如何一起搞定疫情 在世卫那里 有什么不够 大家一起砌它 是吧 那已经差很远了 就是… 现在不是商界不好后 现在是商界死人 不断死很多人 对不对 但是反过来 我们缩到香港特别行政区 这么小也好 我们仍然看到 专业人士也好 医护专业 或者是一些专家 各式各样的专家 以至市民 他们对于 譬如中国处理疫情 都仍然有很多微言 仍然很不信任 叫他搞健康马也好 我们早两天说了 或者做完这个普及社区 检测计划 他们第一件事 都是封好关线 最重要是 不要让来地人流泥 那现在也未必流泥 现在是别人怕你上去 是不是 就是传染给他 真的要讲数字 如果你说疫情输入的个案 最多的 首五个国家 其实没有中国粉 第一个是英国 第二个是印度 第三个是斯里兰卡 第四个是菲律宾 第五个是美国 你这个不是很科学的想法吗 用证据来推论吗 我怕自己忘记了 总之是这样 其实疫情的某些阶段 的确是我们在入境控制方面 尤其是检测方面 是追不上的 那时候我了解政府决定了 就算各个国家不让人来 香港人去其他地方 你也要让他们回来 是 那些是香港人 所以应该是香港人 应该是特别多 但最初的一个阶段 只是要求香港 在其他地方回来的人 做家居的隔离 另外及后 也有一部分 某些职业的人士 有豁免 所以这里开始的确存在了一个流动 变成了有一部分病人 就是那些病人 传入社区的某些人 造成了一些没有病症隐形的传播链 然后及后 在七月初一 疫情稳定 开放社交隔离措施 就立即造成了一波的爆发 但到现在我的了解 就是所有人 无论是什么人 你进来香港的 基本上都立即在机场检测 等到结果 你才可以回家 或者去酒店再隔离 是 所以其实这个 基本上 我觉得入境的控制方面 起码我会接受 挺有信心 我也觉得我们的专家也会接受 但是如果我们说 与内地的医护 未来专业层面的合作 不是政治层面 专业层面的合作 其实有没有办法促成 还是心理隔目真的很大 变成了很不上 还是真的保护主义 所以用心理隔目来做 我不敢说 有没有办法 或者如何拆墙松绑 让他们交流得好些 这次的经验真的很保护 有一部分的专业人员 我们的确担心 会不会因这次的情况 引起了我们政府 对于原有的一些 注册的要求放松了 但其实这次也没有 另外一部分 抗拒 这个就没得说了 但这次来说 我觉得我们是香港的一部分医护 非常支持这个社区检测计划 亦都在过程中 有机会和内地来香港支援的医护人员 是有交流的 这是一个开始 当然我觉得原则 希望香港人有信心 我们香港医护人也有信心 政府 我相信 它是不会放松一些 所谓注册上的要求 但这次也有些 相当大幅度的豁免 它是豁免的 只是做一件事 然后就走 为什么我要跟高医生说 它不会影响你平时的执业 为什么我跟高医生说 因为他是受害者 他不方便开名 有个叫蔡医生的物体 人 在高医生临门一脚 去希望做好医疗改革的时候 乱传 就说其实那个改革 希望大量打开中门 就放内地医生来 结果被梁家留医生 一个人 拉倒了 我真的替高医生 喝了眼泪 这个是上届的立法会 结果又是要改革 搞完一带轮又是要改革 重施顾忌 整天就是用这个方法 就是内地很多医生 会来香港的了 这个所谓梦掩 可不可以 撥走呢 有机会有一天 或者怎样才能撥走呢 这个问题我真的回答不了 这是世纪工程 我唯一的希望就是 大部分香港人 和我们的香港专业人员 是 可以 睁大眼看清楚 看回科学 是的 用科学 其实我们是有这样的注册要求 而是有一个 特别的有限度注册 豁免的要求 但是这些呢 好像这次 只是容许它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自己决定 你可以来 在某个地方做事 做完呢 你就要走 嗯 其实这件事 其实对我们香港的专业 其实是一个保护 对啊 与其你说它是一个威胁 其实是一个保护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没有一些灵活的安排 你每次 我现在离开了政府 我才可以这么说 你每次就逼政府 大量增加医护培训 那如果你增加到某种程度 那些需求没有增加 那些人数一路只要增加 是的 那你到时呢 就对于我们专业的发展机会 反而影响更大 就是增多足少的情况 是的 因为这些有限度的安排 这些灵活性的安排 你是说得难听些 就是我需要来的时候 就给你来 是 不需要来的时候 我举一个比较的例子 也没有跟建筑界那些工人不敬 意思就是我们多工程的时候 那就适当地 针对政府的工程 输入外勞 做完就走指定那个项目 我说过好听些 这次是特种部队先给特种部队来 就是做一些特别任务 做完特别任务 特种部队就感谢他 那就再见了 我亦都呼吁香港人 多少少了解一下 落地的医学水平的进步 因为我记得几年前 我探访过河南的空肺科医院 他们其中一个部门 专与小朋友做那些心脑症的 我问他一年做多少个例子 他其中一队人是做四百多个例子 香港其实一年做不到 心脑症的百多个例子 没错 所以我刚才已经说了 其实在最近这十多二十年 内地的医学专业的水平 技术的水平 应该很高了 涨了很多 其实也不能胡说 你想一想 不要说香港 你想想北京多少 外国的人在那里工作 有多少是棋馆的高层 上海有多少棋馆高层 杭州有多少棋馆高层 這些人不用看醫生的嗎? 不過,你要明白 你剛才說出這件事 就是有一部分專業人士 擔心的其他原因 好,公道 明白了 也沒理由說 我覺得我們有信心 我們有一個機制 一個法例內的機制 你是不會有任何政府 任何一屆政府 會放棄專業自主的原則 然後打開這道門 隨便讓其他國家的人 來香港可以免試註冊 是不會的 因為免試註冊意味著 你進來可以任何地方 你去做都行 這會影響我們本土專業界的發展 但如果你是一個特定的原因 特定的需要 然後來指定你在哪個地方 才可以做 做完之後就要離開 這些機制 其實只會幫助我們 有彈性的安排 還有這次普及社區檢測計劃 我從頭到尾都不明白 為什麼醫護人員會吵 因為其實到最後 是希望切斷傳播鏈 切斷了傳播鏈 是減低誰的負擔 是減低公營醫療體系的負擔 中了招 全部人送進公家醫院 所以其實是幫助他們 我也是真的不明白 幫助你 還要讓你說不要 不要來幫我 我想做自己 真的很奇怪 所以任何時間 我覺得政治 真的不能凌駕尊嚴 我們跟高醫生說了很多內內外外的因素 我們明天 不如留點時間 就說說 疫症可能還要沒有一段時間 對 天氣又開始涼了 對 又說怕有第四波、第五波 如果我們 這次明知是這樣 又有前三波的經驗 我們接下來應該怎麼預備呢 明天跟高醫生做一個總結的環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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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